大家好,我是Stan MNET的男團禁演節目Kingdom 發生新冠病毒確診者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MNET的官方声明 参与5月4号拍摄的Dancer 今日通告确诊了新冠肺炎 Kingdom节目拍摄 都是事先在遵守防疫规定下进行了录影 目前内部确认 剧组与出演者 没有与确诊者密切接触的人 但是包括一起上台的 Icon, The Boyz, SF9 以及B2B, Strikage, ATG等 所有出演者剧子都会接受检查 并会按照检查结果 遵守当局的指示而行动 不过不幸中大行事 现在因为疫情 所以Kingdom都是采取无关中进行拍摄 现场没有观众 所以没有与一般人有密切接触 但是包括出演的IDOL们 经纪人、发行师等工作人员 一共有45人左右 所以还是有点担心 希望接受检查的IDOL们 工作人员都没事 没事 没事 下一个消息是 大家听说过愤怒调解障碍吗? 就开始 什么叫我大叔 先生这里要戴口罩 简单的说就是会因为芝麻小事而感到愤怒 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这也算是一种精神上的疾病 所以在韩国有很多犯罪的人 就会在法庭上主张自己是愤怒调解障碍 而进一步想减轻罪行 但是根据韩国一位社会心理学的教授表示 一般主张自己是愤怒调解障碍的人 其实都不是 障碍是无法控制才叫障碍 如果开车跟前面的车吵了起来而下了车 结果前面下车的人是马东嫂 这时候大部分的人愤怒就会突然消失 这样的不叫障碍 看到马东嫂也要冲出去揍他 才是愤怒调解障碍 只是看到比自己弱小的人才会愤怒的人 不是障碍而是暴力 傻 我们来看一下实际例子 因为没有给让路 所以这辆兵士开始了威胁性报复开车 在碰上红灯之后 兵士车主就马上下车 想要对后面的车愤怒 结果看到后车主的体格后 马上回去了 总结一下就是 人一时风平浪静 退一步海阔天空 今天最后一个消息是 昨天我们有看过 highlight思维成员们上传照片的类型 而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highlight成员们戴口罩喝水的类型 首先是养油手 很正常 再来是一级光 也算正常 再来是村东文 最后就是云都卷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